今天奥运会女足小组在开战 中国女足很遗憾的 以0-5不敌巴西队 吃到本届比赛的首败 中国女足队长吴海燕因伤缺席 上半场 中国队在13分钟之内丢了两个球 下半场连续浪费单刀的机会 多次击中力主 运气也很差 马塔没开二度 35岁的马塔依旧闪耀全场 他的第二个进球 也彻底杀死了比赛胜负的悬念 安德雷萨点射和比亚特里斯破门锦上添花 最终巴西女足取得开门红 而中国队遗憾落败 虽然遗憾输球 射门的准星也不足 但中国女足还是有亮点的 那就是王霜 他在下半场的发挥很精彩 其中比赛进行到第54分钟 王霜持球 面对43岁的老将福米家的上抢 王霜一个假动作 就把对手给换开了 可惜 接下来 王霜的镜射擦着力柱偏出了球门 这次王霜的假动作和射门一气呵成 确实非常精彩 其中脚下虚广 让对手猝不及防 这样的动作特别像巅峰 小洛代表巴萨 在客场面对切尔西 打进了当赛系欧冠最佳进球 就是利用脚下的节奏变换 出其不意的射门 切射也没有办法 而王霜的射门也是非常遗憾 他曾经在这个位置上绝杀韩国队 射门的方式也差不多 当时中关女独在奥运会附加赛的次回合加师赛 与韩国队熬战 王霜就是一脚进射 帮助中关女独直接晋级到奥运会 淘汰了韩国队 可惜的是 这次射门 王霜距离进球只差一步之遥 需要说的是 这场比赛 中国女独多次击中门框 上一次 中国女独上一次在奥运会中取得进球 还是在2016年8月7日 中国女独在小组赛第二轮 一二比零完胜难飞 当时古雅沙和谭如荫先后建功 距离今天过去了1809天了 而今天 中国女独想要完成部门 却屡次被门框拒绝 运气确实太差了 也可以用倒霉透顶来形容 虽然遗憾输掉比赛 但中国女独在下半场进攻端的发挥 还是可圈何点的 不过 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 需要好好调整 7月24日16点 中国女独VS在一样 球迷们可以重点期待 中国女独出现非常关键的比赛